三口祖播客,今天想播什麼呢? 開心三口祖之十二生肖及流年運程 好,繼續回到開心三口祖 我們有張法樂師傅和我們分享十二生肖 在苦年的運程,眨眼就說到最後一位生肖 就是屬牛牛的朋友 今年未過年之前,我們經常都說 送牛就刑虎 上年是牛的本命年 今年過了本命年,運勢有沒有起色? 屬牛的朋友今年幾好 在2022年屬虎年來講 屬牛的朋友有了紅年星 紅年星代表一些感情方面 翻新的會認識到另一半 拍拖可能今年會結婚 結婚的跟太太、家庭那方面很融合 另外屬牛的朋友今年也有另一個吉星 就是天月星 天月星同樣是一個暗貴人星 牛的朋友今年會 因為這兩顆吉星照著自己的時候 很多方面會有很多機會 屬牛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把握 這顆天月星去虎年裏面 照著屬牛的朋友 天月星代表貴人相助 生活中 生活上面很多人會自動過來幫自己忙 屬牛的朋友 今年財運希望主動一些 不妨大膽去投資 感情方面屬牛的朋友 今年因為有這個紅年星的幫助 單身的朋友就很容易 找到另一個心儀的另一半 大膽一些 主動一些 跟另一半去表白 各方面 今年希望屬牛的朋友 能夠找到另一半之餘 也都很容易 很快就今年能夠結婚 結婚也都很容易會添丁 今年 好 今天麻煩張法樂師傅 跟我們說屬牛的朋友 已經是十二生肖裏面 最後一個生肖運請 好 麻煩張英師傅 好